爸爸一起收土豆 你也去玩吗 爸爸收土豆去了 你在家里啊 待会我给你买好吃的回来 你看吧 不能去啊 现在到了真实蜡羊的湾季了 妈妈去蜡羊了 我就在家带玩啊 等下还给些中午饭 我们就不去了啊 可以啊 来这么多小朋友 带去也不方便 你给他们带点水滚回来吗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准备去田里收土豆啊 因为我们土豆切后比较多啊 到目前为止已经切了六七百斤了 这两天下单的朋友比较多 有一些是复购的啊 就是买了我们第一次的 觉得好吃又又又在下单的啊 所以现在我们就今天天气比较好 争取多收个几百斤啊 那如果能收一千斤的话就更好了 已经约了几个阿姨啊 叫他们在那里挖的 我下午就去了啊 拜拜 拜拜 待会儿买好吃的回来 悦悦拜拜 拜拜 妈妈 他也想跟你去 好你快点走了 请收取您的现金 够了 好您很卡 差点忘了退烤了 说这个龙的产品啊 就必须先进 每先进村部来行政的 哈喽 我们已经到田里面了 现在有很多叔叔阿姨在田里面挖土豆啊 因为已经进入叉秧的季节啊 这些田里面的土豆全部又挖出来 完了之后又开始翻田进行根种叉秧了 看一下这个叔叔的 那是红皮鸟鱼吧 红皮鸟鱼吧 一麦个吧 红皮鸟鱼 哦 没种多少是吧 这个就是紫红色的 刚刚问了那个叔叔啊 他是不卖 因为他种的不多 去那边看一下 那边的多哈 很多人在挖 那这又挖鱿鱼了 那是红皮鸟鱼吧 嗯 过来买个吧 来过来 不买 不买了 嗯 这个大叔的 他只会留着自己吃啊 他是红皮的 不卖 好 我给你把这个还给你 嗯 来过来不 还有一个 一个 一个 要是跟其他 是一个 一个 一个 差不多的话 真的好小啊 嗯 嘛 还丢了 嗯 看过来点热 没有丢 这个土豆很小啊 这个火腿 还给丢了 好了 那挖 等下我现在修啊 好 先挖吧 我先去看一下那边 要 要 大叔在帮我挖土豆 这里是红皮的 在他这里收盖两次了 这里有个大人 这里有一个大人 这里有一个大的 大叔和阿姨在给我挖土豆 我就去那边看一下 那边刚刚有个阿姨在叫我 说他那里上午挖了一些 叫我过去收 这是阿姨早上给我挖的土豆 放在这里亮干 大家看一下 这个大 这个叫小 这个比较小个 但是很干爽了 放在这里风吹一下就干净一点 没什么泥土了 现在我们开始装袋 这个瓦爛了 还有一个事情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红皮土豆 它这个颜色不是很鲜 属于大红色的 有一个品种它就是非常红 就是紫红色的 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像黄皮的 记得去年有一个朋友买了我们红皮土豆 因为它那个放在那里比较干了 就以为是黄皮的 跟它解释半天 它都不相信 因为我们花的是黄皮土豆 其实这两个品种的 我们价格都是一样的 不存在说用黄皮的来充塑 你买的是什么颜色 我们就给你发什么颜色 只是红皮的确实比黄皮的要少一点 好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挑选吧 抓蛋 阿姨这里挖了一些 我们现在刚刚把挑好的装车 这里有两包多 两百多斤 看一下这个阿姨的 开花 好了 我们现在到了前几天 收土豆的阿姨这里 这个阿姨已经挖了很多了 你看一下 装了袋了 过去看一下 都装好了 就是有点湿 现在我们把土豆从田里 搬到这个路上来了 阿姨用这个托车把它托到那边去 盖上草 你也喜欢吗 我给你喝了 你喜欢吗 我给你喝了 现在我跟阿姨把拿过来的土豆撑一下 这里有七包 估计有个300斤左右 刚刚那边我们就装完了 现在来到另外一个阿姨这里 这里的土豆是黄皮的 我们看一下 这个阿姨的全部是黄皮的 这里面有一个黄皮的 这里面有大的有小的 这个就只有拼托球那么大小 早前了 阿姨都早前了 我们土豆捕完了 今天总共捕了1000斤 现在是下午的6点44分 今天上午10点钟出来的 搞了七八个小时 时间比较久 主要是这里搞那里搞 就是要他们挖 挖完之后还要挑血 比较费时间 我们这边的农货他们种土豆 每个人种的不多 一般就100来斤200斤的样子 种的最多的今天那个阿姨就收了280斤 表演好则 小夕 吃饭了 今天收了1000斤土豆搞得很晚 所以 那你收了中午饭怎么吃啊 中午没吃什么 哎呀今天太忙了 觉得是如果再不收的话就没有了 又下雨了 又要隔几天 给你看一下嘛 后备箱满满的 哇 生活不错哦 然后后面也摆了一些 放不下了 本来还想收一点黄皮的 但是这个车子沾太多了 都把把车子押坏了 嗯 好 把把车子押坏了 放在法屋里面 你不想吃点东西啊 白色的嘛 太重了 羊羞腰了就好 小白 先停一下 留点 留点熟了吗 熟了 浩泽今天等不及要吃 手套在这里啊 嗯 你先吃点甜点肚子的咯 一天都没吃什么东西 浩泽 哎呀 没有这一头本来是给妹 月月的月 她不怎么吃 你先吃吧 她不吃 这个榴莲买的不划算 只有几坨 就我老妈还有薛薛 薛薛都只吃了半坨 没有了 还不这么软啊 你上次都没吃啊 这次特意给你留了一坨 一千斤啊 一千斤五六七八 九十二十一十二十二十五十七八 嗯 今天收获不错 辛苦了 还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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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的多一些 玩的少一点 吃饭了 吃个羊妹 今天吃泥秋 还有五瓜炒鸡蛋 胡萝卜 这么好吃吗 很泥秋是吧 今天中午本来想去吃个饭的 我问哪个阿姨电话打个不停 要我赶紧去学 东西能拆吗 嗯